早安 先生 歡迎光臨 美國總統拜登來了 當地時間20日早上8點 拜登以烏克蘭首都基輔 兩國領袖握手寒暄 微笑合照 在戰火中展現深厚的情誼 我非常感謝拜登的美國社會 從這個經濟開始 從這個全面的戰鬥 從第一天跟我們一起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有任何疑問 沒有任何疑問 關於美國的支持 對美國的戰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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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將滿一年 風火遲遲沒有消散 過去曾八度訪問烏克蘭的拜登 可能頭一次遇到這個狀況 前往著名的聖米加勒 金鼎收到怨 沒想到巨大的空襲警報狂響 鏡頭拉近一點再仔細看 西裝鼻挺的拜登與澤倫斯基 就在警報聲中並肩同行 行程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兩人隨後也召開記者會 拜登將炮口對轉俄羅斯 大酸普丁所發起的戰爭 正面臨潰敗 並且宣布要擴大軍援烏克蘭 雙方共產黨 共產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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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登要偷出5亿美元 相当于153亿台币 军容乌克兰 内容包括提供更多弹药 给海马士多管火箭 更多标枪反战车飞弹等等 展现力挺到底的决心 对此多数乌克兰民众充满感谢 别说乌克兰人很意外 连美国人都不知道拜登会现身乌克兰 因为拜登的公开行程 只列出要访问波兰 没想到竟然现身基辅 这突如其来的安排 俄罗斯会如何回应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是否会加大力道 普丁2月21日的国情资文 渐分晓 环宇新闻的末间 送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